以色列空袭伊朗呢 这个事情本身 大家在此之前肯定都有所预计 那么说了报要报复 如果以色列不报复伊朗的导弹袭击呢 恐怕他这个中东小霸王呢 就此就别当了 尤其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恐怕就要就此下台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 一百多架战斗机 既没有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也没有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 以色列呢采取了有限度的报复措施 而我们前面说的 这一次的这个伊朗防空系统表现突出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众多的以色列的导弹 在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时刻 我们看到无论是央视的画面 还是伊朗当地的画面 还是其他外媒所截取的画面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肯定有很多朋友 那么他们有手机 就在阳台上在哪里的 那么拍摄啊 因为这一次以色列没有打击 伊朗的比如说军民区啊 就是民用设施 那么和此前伊朗打击 以色列军事设施呢 是一样的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次对等的报复 打击的目标都是一样 双方的这个军用设施 所以呢 有很多的老百姓所拍出来的一些画面 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第一轮打击 基本上都被拦截了 那我们听到的各种爆炸声 伴随着在空中当中闪亮的这些亮点呢 其实就是伊朗的防空导弹 那么起到了作用 至于为伊朗的防空导弹 为什么这一次表现如此突出 我们等一下做这个介绍 那么重点就是来自于俄罗斯 那当然伊朗自己的防空系统的科技实力呢 是有限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情 那可是不浅 然后多次的会面 尤其特别的是两个人 就是伊朗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呢 在不久之前应该是上个星期 还特地到中亚国家第三地 去进行了紧急会面 这里面当然伴随着其 这个具体的军事动作 包括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军事高层 那么对伊朗的访问 那么我们先为大家来汇总介绍一下 那么整个的打击事件 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刻 北京时间上午的时刻 那当然在伊朗的时间呢 就是在凌晨 凌晨的时刻 他们的时差呢 要晚好几个小时 那么具体的发生了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点 那么以色列呢 对外宣布 对伊朗实施的两轮的打击报复 已经开始 那么按照以色列军方的说法 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是本次打击的重点 而且要实施的是精确打击 那么核心诉求是回应伊朗 此前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击 那么于是乎 我们看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附近 传出的多轮的爆炸声 那么这个呢 我前面讲了 第一轮的爆炸声 主要来自于伊朗防空系统 对以色列袭击的拦截活动 因此第一轮的袭击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资料呢 对伊朗造成的损害 很小很小 那基本上都是防空系统 在伊朗的马路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这个炸这个防空系统炸爆炸之后呢 所落地的一些这个碎片 那碎片 但是呢 总总计来说 所造成的地面损伤呢 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发言人呢 这时候开启了信心喊话 指出 以色列军方防御和进攻能力都被调动起来 以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以色列的国家和以色列人民 这个呢 其实都是废话 基本上呢 就是信心喊话 另外一方面呢 以色列的 这个也发布了一张照片 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加兰特 他们在地下室进行作战指挥的一张照片 这个呢 也可以认为是舆论宣传战 那么我们谈到了两轮打击 那么第二轮打击呢 根据目前伊朗方面所释放出来的信息 对以色列对伊朗的地面军事设施造成了 这个叫 他的原话叫做 这个损失有限 或者叫做有限的伤害 那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以色列的第二轮打击 对伊朗的军事设施造成了破坏 那破坏的程度到底怎么样 反正伊朗自己的军方承认 叫做有损害 损害有限 那是不是可以意味着 在此之前 伊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时候 也是对他的军事设施造成适当损害 按照媒体的分析和报道 包括事后的分析呢 那么以色列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的机库 被伊朗的导弹 而且是多枚导弹 轮番轰炸 最后呢 对以色列的这个隐身战斗机造成了损失 那具体损失多少架 按照伊朗的说法是两个中队的战机 但是呢 外界普遍认为应该没那么多 但不管怎样 一定有至少几架的这个隐身战斗机 肯定是彻底的摧毁 因为它是这个伊朗的导弹呢 袭击了同一个机库 那么整个机盆呢 彻底的塌陷 彻底的塌陷 完全被摧毁 除非以这个以色列方面提前把所有的机库通通清空 这种概率呢 是比较低的 而此前大家都普遍认为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呢 比较牛 对吧 伊朗呢 根本就打不到 那么结果呢 伊朗的导弹确实落在了 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军营当中 那么好了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第一轮打击失败 以伊朗的防空系统表现神勇 第二轮打击造成一定的损伤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第二轮打击 以色列换了武器 或者说伊朗的防空系统虽然不错 但是它整个储备的量是有限的 所以它拦截的效率呢 也自然 对吧 受到饱和攻击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毕竟同时应对非常多枚导弹的时候 就它的拦截率呢 就会降低 那么这个是目前整个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状况 看起来呢 和外界此前所预期的 什么一会呢 什么这个这个以色列会借此机会 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那么看起来以色列呢 是收手了 大概率是觉得 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能力 没有办法把伊朗的核设施 真的摧毁 因为毕竟呢 伊朗属于高原地形 对吧 大家都知道伊朗比较有名的特产是什么呀 是藏红花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伊朗特产是藏红花呀 它主要还是地形地理地理环境嘛 那我们知道在咱们的这个像我们的藏区啊 也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特产 那么和伊朗的这个环境呢 是有点类似的 伊朗属于高原地形 它的各种核设施呢 在高山深处地下掩体之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隐秘 想要袭击到呢 难度是很大的 那么尤其呢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地理位置呢 又相隔非常远 所以想要进行这个轮番的钻地弹的不同 这个多次的同一地区的这种打击 才有可能触及到 如果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呢 单单靠以色列自己的军事打击 远程的这个打击实力呢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一次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了 包括美国的反对 国际社会的反对 对核设施的打击 所造成的这种附带伤害 对吧 你以色列后续呢 真的能够扛得住吗 如果伊朗也分招了 对吧 完全无这个 对以色列进行全方位的打击的话 以色列恐怕也会比较麻烦 毕竟已经陷入到了 现如今的多线作战之中 那么这个呢 是目前总体的这个状况 那么我们再来为大家来看一看 那么总的来说呢 打击的目标呢 按照以色列方面所公布的 公布的内容呢 是指伊朗境内的数十个战略目标 目前看到的是无人机的工厂 导弹生产的工厂 那么这个导弹发射的基地 特别有一点谈到的是 此前对以色列袭击的时候 那么伊朗呢 据说发送了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这一次以色列重点打击目标 就是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基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老虎对吧 如果你是一只老虎的话 你最猛的地方肯定是你的牙齿嘛 那么我呢 希望一次性的把你这个老虎的牙齿呢 给你敲掉 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反正伊朗方面目前对外宣称 对吧 它的损失有限 因为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 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刻 总之呢 这个光线也比较暗 这个目前能够拍照的东西也有限 那么伊朗军方自己呢 有它的肯定可以统计 对吧 它到底有多少损失 那么它对外放话是一回事 我们姑且听之 那么它实际的损失情况呢 它如果说没有真正的公布呢 外界也很难 这个具体知道到底损失多少 就像以色列的隐身战斗机 被伊朗的导弹 到底摧毁了多少架 那么这个它自己如果不公布呢 其他人很难拿到精准的数据 但是呢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在防控系统拦截方面的效率呢 看起来真的是很高 我们因为在凌晨的时候嘛 光线比较暗 所以大家拍摄的时候呢 很清楚的 一个亮点 对吧 一个导弹过来 那么一个亮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很明显的从这个地面 就是军营上方 或者重要的这个军事资产上方 然后呢 防空导弹升空 然后呢 双方碰撞 然后最后有一个火花 然后传出一个爆炸声 这个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肯定的是 伊朗这一次的防空导弹 应该是从俄罗斯拿到了比较多的防空设施 那表现总体不错 那这个呢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它打击目标 导弹工厂 战略武器工厂 无人机研发基地 导弹发射基地等等 那么另外几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 是这个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同时呢 对叙利亚首都进行了轰炸 原因也很简单 那么在以色列的周边呢 其实有很多的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组织 他们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武器系统 对吧 可能也包括拦截性的 也包括进攻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色列的战机 百架战机 穿越相关地区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风险的 那怎么办呢 也同步把它轰炸掉 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伊拉克 伊拉克是关闭领空 关闭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钟截止 那么伊朗呢 目前的消息也是关闭了领空 也是到周六上午的9点 9点钟 那大概我估计是到北京时间 可能要到中午以后了 可能要到下午了 那么我们讲到了 双方之间所动用的武器系统 包括呢 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一次有一个独家的画面 就是德黑兰上空 防空系统拦截的独家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目前传播的比较广 那么也是被大家 所认为的是第一手素材 比较精确的能够看到 伊朗防空系统的表现的一个素材 那么关于在政治层面呢 我们能够看到 那么美国的白宫呢 这个事情一发生呢 马上跳出来了 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呢 怎么样呀 力挺以色列 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 大家想必也都知道 我们现场200多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美国方面指出 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 是自卫性的 另外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发言人指出 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是以色列的自卫行动 那么换言之呢 这个美国方面呢 当然是站在以色列一边 那此刻当下 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 谁都得罪不起 以色这个犹太人爸爸 犹太人金主 想必大家也都能够了解到 那么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了 这个美国方面呢 在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呢 都会加上一句 我美国没有参与其中 和我美国没有关系 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 当下的美国他的态度 是比较暧昧的 即便是对伊朗的军事设施打击 没有打击到伊朗的石油设施 和他的核设施 那么这两个呢 是美国比较在乎的 一个是核设施会带来一个 长长久久的影响 那么整个中东地区会陷入到 更为混乱的境地当中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 如果打击石油设施呢 将会为美国的大选 尤其是民主党贺锦丽的大选 带来严重的冲击 毕竟如果石油设施被打 全球的油价会在第一时间暴涨 那么在美国的通货膨胀 这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最被诟病的事情 对吧 你这个通货膨胀问题 始终无法解决 美国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它这个物价过高 带来的各种抱怨 本来就很多了 在美国大选 还是一个星期的此刻当下 你如果说打击伊朗和石油设施 造成美国老百姓 对通货膨胀非常有感的话 那么贺锦丽 他的竞选的这个选举人票呢 恐怕呀 不是会下降一个点两个点 恐怕会下降的很多 所以美国拜登政府呢 此刻当下 他是激励反对以色列 去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呢 他就选择了军事设施 算是某种程度的对等报复 那么这是 美国白宫和美国国家军事安全委员会 那么第一时间的发言 总的来说都差不多 那么另外呢 美国的副总统就是哈里斯了 他目前也是美国民主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么听取了以色列 对伊朗报复打击的简报 而且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 这个我想哈里斯此刻当下呢 也不太好去发言 原因很简单 在摇摆州呢 有很多对阿拉伯世界 表示同情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阿拉伯裔的这些选民 他们认为以色列的胡作非为呢 那么已经呢 这个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他们对于哈里斯的支持度呢 其实不断的下滑 如果这个时候哈里斯说 哎呀 以色列打得好呀 那么恐怕他的选票也会掉 但同时呢 他如果去讨好这些 这个阿拉伯裔的选民 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打击报复 是不应该的等等之类的 那么可能 不是可能 是很有可能 对吧 或者说就是会造成 美国境内犹太人的 这个反对反感 那么也会造成哈里斯 这个竞选的势力 所以现在的民主党 现在的哈里斯呢 是进退失去 以色列不管做什么呢 他都很难去发表一些 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总归呢 是左右摇摆摆来摆去 就是这样 那么伊朗方面 这个也 这个打击结束之后呢 也说了一些硬话 比如说 我伊朗已经准备好了 对这个 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呢 进行回击 等等 这个呢是 怎么讲呢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对吧 那当然这些硬话呢 肯定得讲一讲的 那么以色列方面呢 也宣布说 我们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已经结束 那么美国方面呢 更是直接的出来 这个表态 美国白宫呢 主要态度是两个 第一个呢 我们不参与 对吧 你们怎么打怎么弄 对吧 以色列军事打击 我美国人不参与 但你相信吗 在军事情报 在地区安全局势的掌控 在不久之前 也就是几天之前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亲自又跑到中东一趟 表面看起来 是要协商 所谓的停火协议 但问题是 他真的是去协商 停火协议的吗 还是去摁住以色列 要求他不要去进攻和设施 和石油设施 而采取 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呢 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之声 超出外界的想象 这次金砖峰会 沙特的王储呢 实际上是 是否出席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他非常非常担心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情系统 对沙特国内政局的影响 我们说美国在过去暗杀领导人的事情 也是发生过不少次 尤其是在金砖峰会本次 指出要搞所谓金砖支付 那么瞄准美元支付 美元霸权 要终结石油美元的此刻当下 那么沙特方面更是不断的颤抖 这个呢 也不跟他什么胆子小 胆子大也没关系 反正现在的老美 还有中东的以色列呢 是比较疯狂的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那么以色列更是肆无忌惮 我们知道不久之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访问美国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的吗 他就直接住在特朗普的女婿家的 应该名字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叫库什纳 那么之前的所谓特朗普执政期间 中东和平进程呢 就是由特朗普的女婿来安排的 很多事情真的是比外界想象的 要复杂的多 那么美国方面除了一方面宣称说 我现在呢 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参与其中 大家都知道呢 这是推托之词 另一方面呢 第一时间美国白宫出来表态说 好了 本轮伊朗以色列之间的 军事打击和报复 这一轮啊 已经结束 也就是说game over 都不许再升级 虽然老美现在讲话 听老美话的人越来越少 尤其是这个以色列方面呢 也现在也确实啊 不把这个老美说话当回事 自己呢是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那么美国还必须力挺以色列 但是不管怎样 美国在当下呢 是希望双方之间不要再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这个里面 你也不仅不是说美国怕 这个伊朗怕谁谁谁 而是说呢 美国的战略家 美国的政经高层 非常清楚的知道 要把美国的战略资产 转移到亚太地区来 要把他的主要矛盾 主要目标 主要对手 瞄准成中国的当下 如果中东地区的战火纷飞 不断的升级的话 那么美国他到底要如何 把他的战略资产 转移到亚太来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好几艘航空母舰 都搞到了中东地区去 那么此前一段时间 在整个亚太都是空缺的 没有任何美国航空母舰 部署的情况 那么此种情形呢 其实也是比较少见 美国一方面知道 他的战略重心在哪里 而另一方面呢 中东地区呢 就剪不断 理还乱 反正就是这样 对吧 你这个呢 你想抽身 没那么容易 对吧 乌克兰方面 希望美国把重心放在欧洲 放在对付俄罗斯上面 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拖进去 如果说乌克兰作为一个 这个和俄罗斯基的战争 对美国而言 这里面没有什么多少 这个所谓的经济啊 或者政治 或者内政 或者宗教的因素 那么纯纯的 就是地缘战略的考虑的话 那么乌克兰 美国很可能呢 就把他一脚踢到一边去 就此结束掉 让乌克兰呢 就把他的领土 反正俄罗斯就掌控了 对吧 以一种这个停战的协议 停战的模式 那么泽连斯基 大不了就给他一张飞机票 让他到老美那边去 养老算了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 以色列目前希望把美 希望美国把战略重心 放在中东地区 否则以色列的安全 谁来顾及呢 这个事情本身 美国想要脱身 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才会说呢 这老美的态度呢 是非常暧昧 他暧昧的原因在于 他的利益之所在 他的战略重心之所在 与现实之所在呢 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是很严重的 如果美国一直在中东耗着 对吧 我之前看到一个评论员 说的啊 这个怎么说呢 说起来吧 也是啊 国际啊 都是只有利益 有个评论员这么说 他说 最近呢 这个在这个中国和伊朗 之间的领导人呢 那么会晤 对吧 那么中方当然支持伊朗的 这个这个正义之举 包括这个对自己国家 领土主权的 这种安全啊 等等这些事物的支持 那么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呢 总的来说 这些年也比较不错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就看到 这个有个评论员 是这么说的 说如果此刻美国啊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比如以色列 挑起了这场纷争 那么在中东地区战火纷飞 和伊朗之间呢 你来我往 不断升级 美国最后被迫介入 美国和直接和这个出兵 伊朗和伊朗之间 直接爆发战争 这种可能性 目前看起来呢 是存在的 虽然看起来概率 没那么高啊 没那么高 美国现在知道 自己之所进退 尤其特朗普上台 他的这个所谓 不干涉主义的 这种这种论调呢 不断的 这个对外传播 那么美国呢 只顾自己 这已经回到了 曾经的 他的这个美国的 这个建国先贤们的主张 但是呢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美国出兵伊朗 在中东地区 进一步介入到了 中东的战事当中 就如同当年的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那么有评论员 这么认为说 你觉得中国是开心呢 还是难过呢 从道义上来说 对吧 那么中东地区呢 的的确确肯定是 这个又一次森林土炭 又不知道要死多少老百姓 中国当然是主张和平的 但是相对于美国 把战略资产放在亚太来 要知道美国 把军事资源放在哪里 哪里就大概率呢 会这个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 不一定是直接的战争 但是会引发各种冲突 所以呢 这个对中国而言的话呢 实际上 中国的最核心战略 就是把美国的战略资产 不停的往外推 所以中国有一个叫什么呀 叫做 这个 就区域拒止战略 就是让你的战略资产 不要进入到我的势力范围之内 那么从第一岛链 推到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不停的往外推 美国 中国才不希望美国 把他的战略中心 战略资产 对吧 放到亚太地区来 你好比说 最近这段时间 老美 没有一艘航空母舰 在亚太地区部署 那么中方呢 自然就觉得 这是更为安全 那么如果说 未来美国把航空母舰 通通部署在中国周边 对吧 咱们虽然有 东风快递呀 什么 关岛快递呀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毕竟 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 地缘战略上面的 地缘博弈方面的 课题 需要去应对 所以这个国际形势 确实非常复杂 好了 那么这是目前的这种状况 当然我们也看到 伊朗军方最新的一个回应 指出呢 那么伊朗军队 成功的用防空系统 抵御了以色列的袭击 以色列打击行动 所造成的损失 相当有限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 最新的 以色列的军方的回应 那还是前面那句话 是不是真的 大家各自判断 但是伊朗防空系统 拦截非常多 以色列导弹的画面 由央视记者 还有很多的自媒体人 很多手机拍摄的 上传到自媒体上面的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个呢 肯定百分之百是真实的 但是你也有 据说是四枚导弹 还是几枚导弹 也有的确落地的 那么既然有落地 爆炸 那肯定是有损害 那么这个损害的 强度有多少呢 其实如果只是几枚导弹 说句心理话 它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除非你带什么核弹头 或者是那个 那就不谈了 对吧 你普通导弹 它的爆炸威力呢 也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后面 伊朗会不会公布 更多的照片呀 图片呀 更多的信息 如果它不公布 这事也就这样了 估计 另外呢 伊朗军方也说到 以色列当天 袭击是德黑兰 还有呢 胡奇斯坦 以及呢 伊拉姆省的 部分军事基地 那么一些地方 遭到有限破坏 目前呢 以伊朗军方 正在最对 袭击结果呢 进行调查和统计 这个呢 我觉得回应 也算是合理了 反正就是 一方面降低 这个调门 对吧 提升我们 这个防空系统的 威力无比的 这个论调 另一方面呢 的的确确 这个凌晨时间 刚刚袭击 刚结束 所以要需要一些 调查的时间呢 也是合理的 我们现场300位 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 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这里呢 要为大家来 说两个事情了 一个事情呢 是伊朗方面的态度 那么后续呢 它会怎么做 大概率呢 就这么 这个事情呢 应该再升级的概率呢 是不高 除非以色列 再进一步的进行 打击报复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 在之前呢 这个的报道 伊朗官员呢 在美国媒体上 就不断的放话 指出 如果以色列 升级打击报复的措施 那么 伊朗方面呢 将会向以色列发射 1000枚的弹道导弹 其实讲白了 透过美国 纽约时报放话 伊朗官方的 这个举动本身呢 它所反映的 就是说 有点威慑的意思 对吧 因为以色列 毕竟是个小国 而且上一轮的打击呢 伊朗的导弹 直接砸中 这个袭击到 以色列军营当中的 隐身战斗机的机库 而且是多枚导弹 命中同一地点 这件事情本身 对以色列 所造成的震撼 是比较大的 这表示 它的确可以打到你 而且它可以 精准制导 打在同一地点 那么如果真的 1000枚导弹 袭击到同一地点 比如说以色列的核基地 那怎么办 我们知道 它以色列 它不是俄罗斯呀 这个世界上 发生核战争 如果发生 我们说 谁的胆量最大 对吧 肯定是俄罗斯呀 第一 俄罗斯的面积 世界最大 第二 俄罗斯的人口密度 世界最大 世界最小 人口密度 就是说 同一 比如一平方公里之内 它平均有多少人 对吧 所以你像 俄罗斯防核武器的话 它面积太大了 对吧 它很多地方 它都可以 躲避 但是呢 以色列呢 以色列的人口密度 是伊朗的八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样一块地方 比如说一平方公里 那么以色列人 要装进去 八倍于伊朗的人口 如果真的发生 核泄漏呀 核问题的话 那以色列这片国土 可能就彻底废掉了 可能就彻底废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说伊朗 现在在 10月24号 今天是10月26号 也就是两天之前 在纽约时报做这个放话 有没有威慑力 它是真的是 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也不要 就说怎么讲呢 就大家可能觉得 以色列呢 很牛 很牛叉 对吧 实力很强大 这个中东地区呢 好像成了无敌小霸王 对吧 就觉得呢 他什么都行 对吧 尤其在美国爸爸的支持之下 好像哪 什么都行了 这个呢 是和周边这些 这个民兵组织 什么哈马斯呀 郑主党呀 胡塞武装呀 确实 它是存在一个 代差级的这个差距 但是即便如此 在陆地战争方面 比如说现在的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 这个 这个郑主党的战争 在陆地上呢 以色列推进速度非常慢 而且它造成 成了很多的 以色列的军员的伤亡 这也就说明了 以色列也不要把它神化 它的军事力量 它的国土 它 说实话 它的人口也有限 国土也有限 对吧 又老美在后面挺着 它能够搞得完到现在 它这么玩下去 这也就是败家子的举动 对吧 你说你要追求 无限制的安全 你怎么追求 无限制安全 你这个很清楚的一点 所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 以色列是有所忌惮的 千万不要认为 以色列真的就无敌了 没有人能治得了它了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是 第一个种情况 就是如果这个 以色列的反击过分 因为是10月24号的放话 那么今天看起来呢 第一种情况 大概率不存在 因为同样是对等的 那伊朗袭击了 以色列的军事设施 那么以色列袭击了 伊朗的军事设施 而且呢 造成的破坏 都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第一种情况 既没有打击核设施 也没有打击石油设施 也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 也没有对民社 比如说居民去爱 等等之类造成打击 所以呢 伊朗第一种情况 说用1000枚导弹回击 这种可能性呢 目前看起来比较小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伊朗什么都不做 这个呢 我目前看起来 我倾向于这种判断了 那么原因很简单 中东地区呢 以色列有美国的支持 那么沙特呢 他当然也是美国的盟友 石油美元呀 等等之类的 对吧 那么另一方面呢 伊朗呢 也是中东地区的大国 一般大国之间呢 至少在区域之内的话 那么按照过去的这个做法呢 伊朗会进一步回到 传统做法上 也就是地区带领战争 这个呢 对伊朗来说呢 是比较好的一种安排 同时能够报复以色列 但又不至于让自己呢 直接拖进去 当然以后 如果以色列升级了 整个战争的事态呢 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对吧 如果就这一轮的打击 到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概率是这么样一种情况 那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继续回到 这个代理人战争 那么伊朗呢 会通过它的导弹技术呀 各种这个武器技术呢 向它的周边的民兵组织 以色列附近的这些组织呢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系统 那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做法 另一方面呢 伊朗方面呢 这个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呢 不排除对这个波士湾的霍尔木兹海峡 对进行管控 这当然是主要是要挟老美了 主要是因为老美的能源的价格 通货膨胀方面的这个影响的比较大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叫做加兰特 在X平台上呢 放话说 在以色列报复伊朗之后 全世界都认识到以色列的实力 敌人也会吸取教训 换言之呢 以色列的目前的做法呢 就是一个这个霸权心态 中东小霸王 对吧 用实力来征服周边 现在有一种分析认为 以色列根本就不是在什么反恐 以色列是在干嘛呀 是在扩张国土 是不是这样呢 反正我们且观察 至少在加沙地区 以色列占有着土地 想要再还给巴勒斯坦人民呢 恐怕难度就比较大了 不管怎样吧 我们看到此刻当下的这个局势的走向呢 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扑朔迷离 尤其是几天之后呢 美国就要大选了 那么像当下以色列的举动 是不是已经触犯了民主党人呢 那么哈里斯 对吧 他的竞选结果究竟怎么样 这个呢 是外界非常非常关注的啊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这场中东的这个冲突呢 我们保持观察 那么且看后续的走向 伊朗方面会公布哪些更多的消息 那么是不是这个这一轮的打击报复 就此能够划上句号啊 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疑问 我们持续观察 嗯